要我們這一出席 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 同心協力一起再創佳基 好 要謝謝觀眾真的很聰明 又很有水平 因為在我們這麼戲劇 跟這麼跳動的手法的背後 他們都看到我們在談的是很嚴肅的主題 然後他們有時候會留言給我們 就說他們從韓劇轉台來看台劇 然後他們說彩香 他們跟媽媽說彩香 我以後絕對不會像彩香那些不孝師 這樣對我媽媽 然後會說原來台劇也可以這麼有優質 這麼吵 我的婆婆怎麼這麼可愛 事實上證明了就是說 我們的內容 如果能夠跟社會的趨勢貼切 而且進入每一個家庭的生活當中 一定會得到最大的支持 候補的話 比基尼見 一萬只怕萬一嘛 萬一下個禮拜 比基尼是什麼樣子呢 我們先做出來給大家看了 這就是我的婆婆 穿比基尼的樣子 再見 對 可是那本能引出白肌有做會激發一些還蠻有趣的東西 對我們都奴性堅強 對 他剛剛說什麼不合理的我們都會照做耶 對 我覺得算是一種表演課耶 你說傳聞婆婆的這個 因為我覺得婆婆演起來給媽媽爽 因為 不用爽這個講 抱歉 就是因為媽媽其實是無條接待 但是婆婆其實 你知道那個愛是有無照的 而且其實會看狀況的 所以我覺得婆婆那個 小肩小二的東西 我覺得聽起來會更過癮 有一個還蠻心酸 就是我 有一個是自己在家 然後就是小孩都沒有問問 然後我就是一個電視看了 重播看了三次 所以問答都會 我覺得那個其實 拍起來很有趣 可是其實認真想是很負擔的 所以很多老人家 其實就是電視開著 然後在睡覺 會是看很多的舞蹈 對 自己也慢慢進入那個狀況嗎 這集有耶 我現在開電視啊 然後看著看著啊 然後我那一天吃完一個面之後 我發現我來不及拿去洗的時候 我已經睡了兩小時了 現在 為什麼還在旁邊 還沒洗 長受狀況 的話 破六太難了啦 我覺得破五是一個很大的關卡 破六 破六就是看男生怎麼表示了 對不對 到底接下來會怎麼發展呢 邰威翔 好 好 非常感謝